出色的 到了 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时候在网路上做功课的时候啊 就想哇这一座山真的有办法爬上去吗 几乎是已经七八个月没有爬山没有在运动 所以不知道这次能不能顺利的登顶 自己是希望可以有非常壮观的云海都在那个脚下这样子 因为我看这两天天气是 虽然不会下雨但是是多云 我刚刚上来的一路上啊几乎是能见度蛮差的 都被云整个遮挡这样子 好啦那 就准备开始今天的登山之旅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不会画一只记的白安 这一次一个人来到了石郡之一的齐来北风 那说到齐来山大家应该不陌生 尤其是齐来主山和齐来北风合走的齐来主北行程 也是热门的登山路线之一 不过呢齐来主北算是从初级百月到终极的一个转列点 它的山式地形陡峭还有说变就变的气候 加上还是台湾山难最多的地区之一 有着说不完的领域传说 也让它有着黑色起来的称号 那这支的影片会分享我的路线安排还有时间规划 如果你是之后要来的人 又或者是喜欢爬山的朋友 也可以继续看下去 也别忘了在影片开始之前 按个赞跟订阅 就让我来为大家揭开这个黑色起来的神秘面纱吧 一路上好像到前面小齐来的地方都是还蛮好走的 那就是就是一直往下坡 所以想必回程的时候也不会太轻松吧 我这一次是没有带登山障 因为我想说后面都要一些垂直攀岩什么的 会比较麻烦一点 可能因为我的登山障不太好收纳 它就是迪卡隆蛮平价的登山障 蛮大一支的 所以我就这一次没有带它 但我同事说还是要带着啦 因为前面都是这一些平地 有登山障加持会比较舒服一点 今天最高温可达摄氏16度 最低温会到摄氏5度 天气还蛮好的 气温也很棒 然后这边讯号点都蛮好的 就是不怕没有讯号这样子 终于走出来了 网路上的影片根本骗人 前面就超累的 好累啊 一点也不轻松 我刚完全走到 就是眼前跨一片白的那种感觉 头晕脑脏 很像要被这种 这种树包围 好等一下应该就是一望无际了 应该是来到了小齐来 哇 视野的展望很好 我完全无法想象 今天该怎么到那里 看我们距离那么远 下面还有个山沟 天哪 但走出来感觉真的很好 好了 今天的山海很远了 希望可以顺利到的 那他们说4月到5月是高山杜鹃的季节 那我现在今天的日期是4月12 还没有看到半座杜鹃 大概100公尺就会有个地标 路基也算还蛮明显的 现在就是一路下切到黑水塘 然后再接成功 遥不可及啊 真的 遥不可及 还有那个太阳光 看起来好梦幻啊 杜鹃花开了耶 它的隔壁也有一个 白色的跟粉红色的 还有一点红色的 我其实走在这个路上 都满战战兢兢的 竟然在谁的频道看到 就是有咬人猫 好像是Celine跟Cincy啊 他们的频道吧 也是一个超级优质的登山频道 因为我上一次在爬雪山主动的时候 我刚下车就直接踩到咬人猫上面 我整个脚痛到不行 但我一路上一直在注意两侧的草丛 不想要再被咬人猫咬了 冲啊 现在精神还这么好 再过三四个小时 可能就不是长这样 可能就一副死人脸 其实这一趟对我来说也是 有点意义的 因为起来竹北是我 应该是第九跟第十座百月 那加上今天又是我的生日 嗯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觉得 这是蛮浪漫的事情 就是在一个 蛮艰难的一座山上面 可以度过自己的生日 跟山啊 日更日出日落啊 云海相伴啊 我就觉得哇 很值得再生日庆祝的事情 算只有一个人啦 哦 前面是 黑水塘山屋吗 耶 哈啰 现在是早上八点半 现在来到了 嗯 黑水塘山屋 这边算是保护的蛮好的 都里面还蛮干净的 看一下里面长什么样子 有那么 哇还不错耶 上面还是有一点垃圾 大家要把垃圾带走 好 他说门要关齁 不然那个小动物会跑进去 那 呃 我本来想说在这边会很累 要休息一下 但感觉还好 很多是一路的下坡 那距离成功山屋 还有1.1k 就打算到那边再做休息 所以就 出发咯 继续上路 一开始的爬升之后 大概有3公里快乐的时间 走起来都很惬意很舒服 但 先干后苦 想必之后会是一场 很艰难的硬帐 在离开黑水塘山屋后 就开始有一些上坡的下坡 除了要爬梯子之外 有几处高地落差很大的地形 这时候就觉得腿肠终于有点用处了 走下好几个楼梯之后 来到一个拐角 那它写 左边是往成功山屋 哇 还有0.1k 快来快来 那右边那个是 哦有厕所 哇 这种天然厕所都蛮臭的 但没办法 它下面有个下水道 这么恐怖的画面可以放吗 要么还是一颗快跑 好多苍蝇啊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厕所啊 这一间感觉比较高级哦 哇 到了 成功山屋 在这边休息15分钟好了 累爆了 哇 哇 这山屋空间很大耶 这么长嘛 整体不好 哇 这边还可以做东西好赞啊 这边还可以做东西好赞啊 没有啊 我是这边的协座啊 哦你协座啊 那协座啊 等山友回来 哇 哇 我这边的协座啊 那协座 走了兩個多小時在9點42左右抵達成功山屋 我在這邊安排15分鐘的休息時間 這邊一旁還有石桌石藝可以坐著休息 如果想要裝水的話這邊也有活水源 雖然到了人線山屋也有地方可以取水 但那個需要另外下切 來回要3到40分鐘的時間 我自己是很懶 所以就在這邊把水裝滿囉 然後發現山屋旁邊有很多這種類似咬人貓的植物 大家快跟我說這是不是那個壞壞的貓咪啊 等一下的路就是沿著這個乾溪 大概兩個小時就可以到上面的冷線了 等一下一路都不簡單不輕鬆 在成功山屋旁邊往上走一點 有那個成功一號堡壘 那裡面是曾經有一段故事 seated 累到講話變超虛的 累 真的很累 以目前的情況來講還是可以堅持下去 因為沒有高山震的或者是其他不適的狀況 反正一步一腳印 終於一天會躲到的 來到河床的5.1處左右 開始就有繩子出現了 那他前面會用繩子做阻擋 綁那個紅色的 應該吞色的繩子 你就知道前面不能再進去了 然後選擇右邊上去 所以呢 如果你有雙手套 這邊應該是蠻好用的 因為看起來蠻難不靠繩子上去的 哇塞 這地板很濕欸 而且這繩子超噁的 救命啊 那有辦法 他就是救命的 怎麼那麼濕啊 這幾天原沒下雨啊 泰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哇 上面真的很恐怖欸 過了成功山屋後 路就開始不好走 路上都是蠻有挑戰的路線 瘋狂的斗上 幾乎都要拉著繩子 而且成功山屋到 人線山屋的海拔落差 大概有500公尺 走到真的要懷疑人生 但是風景真的不錯 路上還可以眺望荷歡群峰 想到自己從對面那個山頭走到這裡 還是有點不可思議 走著走著就來到了第一個三叉路口 左側的話可以直上北風 右側則是先上人線山屋 如果你不是要單攻的話 建議可以先去山屋卸裝備 在青莊上北風會比較輕鬆一點 那在過了竹北三叉口後 就是滿滿的碎石坡路了 路徑比起前面來說更狹窄一點 如果中途會車也要僅剩點 不然就跟著下去了 而且我想這邊下雨天 應該會非常的不好走 好 我現在來到了 這個著名的路段 那大概剩六百公尺 可是六百公尺 感覺像六公里那麼遠一樣 好啦 只能說這邊要 蠻小心通過的 不然一不小心就 啾啾 下去 呵呵呵 現在來到6K 剛剛在爬那個石鋪的地方 大腿痛到整個不能動 走幾步就要坐著休息 我上一次腿的肌肉在痛是爬劍龍鱗 好久沒有痛了 但我覺得還可以走下去 沒有什麼影響 沒什麼大礙 嗨 快到了嗎 還早爬那山頂 他過去走到那山屋欸 那山屋嗎 山屋在這山頭的下面 還要走到那 你又要去主峰是嗎 主峰在那個山頭的風 你那去北峰喔 沒有 我先放東西 山屋在那 這個山頭過去剛好 山屋到主峰還三公里 想放棄了 上也很陡 下也很陡 謝謝 天啊 耶 我終於走出地獄了 Fuck 到了林縣山屋了 還有兩百公尺 看來的 Oh my god 真的很累 真的 累到爆炸 有個蠻遺憾的消息 是 我剛才走上來 就發現時間不太夠 跟我預想的時間有落差 第一天原本的計畫是要到北峰 就放棄了 明天早上就只爬一座北峰 我覺得這個難度真的蠻高的 很辛苦 就是新手真的要三十二獲勝啊 雖然很不想放棄啊 但在山裡有些東西是你沒辦法做無畏堅持的 尤其是體力這件事情 跟時間 在抵達人線後面臨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是不是該放棄接下來的行程起來北風 雖然對於一般登山者來說時間綽綽有餘 但考量我在登頂時的身體狀況 以及可能面臨摸黑下北風的情況下 在內心拉扯了好一段時間抱著不甘心的心情去消了 在這我才體悟到一件事情 比登頂更難的是撤退 我相信登山的人啊 無非是希望在辛苦了這麼長時間 期待登頂時的感動 雖然有點遺憾 但還是那句老話 山永遠都在 這就讓我想起 在宮崎駿動畫龍貓裡面有一段事 姐姐小月因為一直找不到妹妹 結果放生大哭那邊 宮崎駿對這一段的描述是說 有些事啊是真的很辛苦的 有時承認自己有些事情確實做不來 心情會比較輕鬆一點 能做撤退的決策是勇敢的人 登山為了不是登頂 畢竟登山的終點不在山頂 而是在於能夠平安回家 山屋 山屋 山屋就在前面 今天功德圓滿啦 功德圓滿 功德圓滿 耶 終於到了 山屋 Happy 哇怎麼那麼多垃圾啊 怎麼那麼難開 我看起來像鬼屋 好啦蠻乾淨的啦 抵達山屋後泡了個奶茶 山上最快樂的事情 還有一包乾燥飯 今天吃的是這個乾燥飯 裡面有蝦蝦 真的有他們香的乾燥飯 今天雲海煙上來耶 OMG 值得值得 好了 現在要準備空拍 睡了一個舒服的午覺 起床後看日落時間還有一個小時 就走上仁線和山友一起等日落 而且很幸運的是 沒過多久 雲霧就漸漸的散開了 好 回到山屋後附近的山友還幫我慶生 看一下鏡頭 今天是一百一十二年 三十歲生日 三十歲 三十歲 幾月十二號 四月十二號生日 我們在哪邊 我們在 齊來竹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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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來到高海拔 三千多公尺的地方 來做生日 來 夜一下 三千多公尺三十歲 三千多公尺三十歲 耶 喔 順氣生日快樂 耶 耶 我也看一下 耶 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喜願喜願 好喜願 既然在爬山的話 那希望大家 每個山友 都可以平安的順利的 上山下山 平安的回到家 好 耶 第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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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趕快找到女朋友 不要 希望山林的環境 可以越來越好 不要那麼多的垃圾 好 耶 第三個 趕快找女朋友 好 好 耶 生日快樂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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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早 現在是早上的五點半 我們大概四點半要起床 吃早餐 整理心力 然後今天的目標就是 前進北風 今天只拿一座北風 時間有點不太夠 要趕著下山 今天一早起來 整個被雲霧包圍 所以能見度蠻差的 幾乎看不太到什麼景色 所以等一下 上北風 應該也是什麼都看不太到啊 這是叫我要之後來補考 的意思嗎 有點可惜啊 哇 雲漸漸散開了耶 整個主風變得很清楚喔 天啊天啊天啊 而且你看那個天空 還有點粉色紫色的感覺 好漂亮喔 在那邊 溝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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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